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,不知道马蒂斯是否会辞职,这般言论再度引发中期选举后,会再现一步当官迪之潮的疑虑。 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10月14日报道,当主持人问他是否认为其国防部长会离开政府时,他说,他可能会这样做。 这位共和党总统继续说,马蒂斯并没有告诉他是否想辞职,并补充道,如果你想听实话,我认为他像个民主党人,但马蒂斯将军是个好人。 我们相处很好,他可能会走,每个人在某个时候都会离开。 报道称,在美国朝铸联合国代表尼吉·黑利宣布辞职后,特朗普承诺改组内阁。 我在改变周围的事务,我有权这样做,我有一些出色的人在待命,他们将进入政府,他们会有出色的表现。 特朗普说,他有一个了不起的内阁,同时,他又有所保留的表示,有几个人我不满意。 我有几个不喜欢的人,但我也有另一些十分喜欢的人。 并据台湾中央社10月14日报道,美国总统特朗普,在14日播出的电视专榜中表示,他不确定国防部长马蒂斯,还会留在政府多久,这番言论再度引发中期选举后会再新一波。 高官与之潮的疑虑,五角大楼发言人罗伯特曼宁,在回应特朗普盘花的一则声明里说, 马蒂斯部长全神贯注于他现有职务确保美军,继续是全球最具毁灭性的部队。 报道称,由于11月的中期选举后,很可能又会控出一些政府要职,华盛顿政坛早已开始人事大猜明。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佩利,近日宣布将在年底离职,恐外内阁又将大风吹的第一个信号。 其他外界预料会走人者还包括司法部长赛深思。 特朗普早已表达对赛深思的不满。 据一名幕僚透露,特朗普有月地,已亲自与赛深思的幕僚长马修惠特克,谈或接任司法部长一事。 报道还称,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萨·格雷厄姆,同为接替马蒂斯与赛深思的猜测人选。 格雷厄姆是特朗普的高二夫球友,此前在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洛人士审查期间,曾给予大力支持。 令特朗普敏感五妹。 不过,上周格雷厄姆一表示,他对住院政府部长毫无兴趣。 特朗普和马蒂斯与,今年5月在弗吉尼亚州参加活动,把新设资料图片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